PQC的官網,那我們的需求我剛剛有提到了 就是這個網頁,如果我希望把這邊的每一個 這個是第一欄,這個第二欄,第三欄 這個類別,中文名稱,英文名稱 當然啦,首先我們需要把它整個網頁的原始碼通通抓下來 然後再去解析它 有點像剛剛的那個放A1的那些原始碼 如果你假設要知道這個網頁的原始碼 最簡單的方法按右鍵嘛,這邊不是有個檢視網頁原始碼 OK,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它裡面的原始碼 就這麼多啦,總共一千七百多行 OK,那底下的話就是這一些啦 應該慢慢你們看得多會越來越熟悉啦 不過說真的,一般的也沒事不會說真的 就是要讓自己看這麼多東西啦 那其他你可以,可想而知裡面其實主要的成分 組成的一定第一個就是那個 這個所謂的HTML的標籤啦 反正就三個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就抓我們要的就OK了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需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原始碼先抓下來 OK,那可是問題喔 不是說叫你把它檢視原始碼,然後直接怎麼樣 把它Ctrl-A,Ctrl-C嗎 直接貼到Range A1嗎 其實如果你要這樣練習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應該沒有人這樣做啦,OK 不過意思是一樣的喔 只是說我們Ctrl-A,C,Ctrl-V是用人工的方式 把原始碼抓下來 那如果說你今天喔 如果要透過程式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怎麼做呢 其實喔 就是我們前面有寫過的東西 那這個寫過的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JUST裡面其實好像有寫過 首先的話呢,我先把這底下這些把它註解掉 這些就是我們待會兒 就這幾行 其實程式並不多啦 我覺得其實 如果跟Python比起來應該也不會太 也沒有比較難 其實差不多,OK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喔 這兩個也不需要 如果呢,我今天要把 這個裡面的東西 比如像剛剛一樣啦 我先把它放在Range 這個會跑 這兩個我先把這兩個 先讓它改成不要改變 不然我等一下 如果我假設喔 如果我希望把剛剛原始碼 通通抓下來放在A1的話 那當然不可能說像剛剛講的 Ctrl-A,C,C貼過來 可是 如果你需要透過程式來做的話也不難 其實主要程式就是這幾行 總共應該理論上 如果這個範本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是總共有四行啦 那這四行的話應該各位不陌生啦 首先的話呢,甚至你金錢的話 甚至只要應該是三行應該就可以啦 因為UIL這個變數直接把網址放這邊也可以 所以首先的話呢,當然 你可以產生一個什麼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話就直接把 我們那個雲端上面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網站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UIL這個地方 UIL這個字串 實際上就是什麼網址啦 當然,你說老師那如果我不要這個網址的變數 我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變數 直接就放這邊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啊 你就少一個 如果你假設你要更少的話 你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那 這樣子就三行了 那好啦,我們來看一下主要 這三行應該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在之前那個json裡面也用過 就是把json的東西抓下來的 那三行 那哪三行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一樣是create object 那create什麼 object? 還記得吧 有一個物件叫xmlhttp的一個 一個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實際上 就有點像模擬那個一個瀏覽器在背後 對,因為你看不到畫面的瀏覽器 這個主要是做什麼呢? 就是給它一個網址 它會把那個網址裡面 背後的那個原始碼幫我抓下來 所以呢,首先 那我要怎麼靠它 第一個的話 就是把這個東西產生一個物件 叫做xml 給它這個名稱 你取別的也沒關係啦 第二個的話 就是利用這個xml物件 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open 那open的話實際上 有點像是 就是開一個 開一個什麼呢? 溝通的一個連線的意思 然後open的話 後面就是 你要用什麼方式 理論上一般都是get get get還記得吧 我之前講過 get就是 參數會加在後面一個問號 那個叫get 如果你不加參數也是get 另外一個方式叫poss 有沒有 有一個叫get 有一個叫poss 理論上我們都用get比較多 然後呢,把網址給它 另外的話要不要同步 不要 就是反正 不要 就是 然後呢,給它這三個參數之後的話 最後呢 點send 那它就會把 我們上面的這個參數 丟給 那個主機了 那主機收到之後 原來你需要這個網頁的原始碼 好,那我就丟給你了 那它丟給你之後的話呢 我們實際上 就是把 這個東西 假設啦 它會用什麼方式丟給你 它會丟給你的就是一個叫response test 所以呢,response test 假如說呢 我希望把這個結果丟到這邊好了 因為我這邊本來是寫什麼 寫 把這一行 我本來是把它寫到這個html這邊 那我把它先寫到range a1好了 假設啦 我們有點像模擬剛剛的狀況 range a1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把 原始碼 就是xml.response test 丟到 A1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結果不OK 其實還蠻快的 應該一下就出現了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開頭 小於符號 有沒有 然後呢 驚嘆號 documenthtml 實際上指的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啦 原始碼這些啦 有沒有 這個東西啦 就把這個東西 通通塞到這邊的意思啦 OK 總共因為有一千多 一千多行啊 所以其實 我們當然可以不需要塞到儲存格裡面 我們反正就是說 我讓各位知道說 第一步 就是先把原始碼抓下來 第一個step 那第二個step 其實再來就是我們剛剛用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確定OK 那我就把這個改成什麼 把它改成 我把這一行註解掉了 改成剛剛的這個 就是 這個duck 物件的body的innerhtml 就剛剛寫那個 之前我們是用那個rangeA1嘛 把rangeA1的原始碼塞進去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東西塞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去解析它 那要怎麼解析喔 首先的話呢 當然呢 我們要找一些特徵 所以接下來 我們已經把原始碼抓下來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它有三個欄位 那三個欄位應該它放的 類別應該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按右鍵 所以假設我要先解析這個 這個的話是它的類別 理論上應該每個都長一樣的啦 所以我們按右鍵看一下 先看第一個啦 檢查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它理論上這一個它有沒有什麼特徵 看一下喔 它裡面的話 第一個啦 它一定是DIV啦 第二個的話呢 它是一個class 叫這個名稱 有沒有 那可是你說老師 那如果解析用DIV 可不可以 是可以啦 可是問題這個網頁裡面叫DIV的話 那應該是非常多 所以呢 重複的機會很大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 你這個資料是在DIV的第幾個 你說老師我可以用算的啊 也是可以啦 但是問題是太累了吧 那如果你要算 怎麼算喔 你可以Ctrl-F啦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一個小於符號嘛 DIV嘛 這邊打個DIV 有沒有 DIV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網頁喔 它有DIV的標籤 總共幾個 456個喔 然後你的那個在哪裡 你的 你可能要這樣算啊 這個是第一個 這第二個 第三 第四 第五 好啦 如果你有耐心的話 我跟各位講喔 你算到之後呢 你取出來也可以 但是太累了吧 對不對喔 所以理論上我不建議這樣做 可是跟各位講喔 如果實在是網頁裡面喔 沒有像剛剛有CAS 或者其他ID的話 那這一招 也是一個方法啦 OK 好那如果這一招行不通的話 那可能就要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裡面有沒有ID 好像沒有 但是有這個CAS名稱 所以呢 關鍵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什麼 可以用那個什麼 Gate the element有沒有 by class name 把這個class name抓過來 不過喔 我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class name喔 是不是 數量非常多 還是剛好就是這些 理論上應該好像71個是不是 如果71個的話 那表示應該每一個都叫這個名 那就OK了 所以呢我們怎麼判斷喔 我理論上是把它點兩下 然後把這個class name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一樣喔 Ctrl F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到這裡面 讓它尋找一下 看一下這個名稱喔 它的數量總共多少個 是不是71個 剛剛好71個 所以其實喔 理論上用這個當成是抓的名稱 應該是沒有問題 OK 所以喔 那我們怎麼抓 後面其實都差不多啦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運用剛剛寫過的方法 就是 先抓什麼 類別名稱好了 類別名稱 我們就把這個恢復一下好了 這個 這個我剛剛是示意 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A1 把它稍微拉回來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這個A欄的部分呢 就放什麼 放那個類別名稱 幫我全部放71個 那程式該如何寫呢 首先第一個的話 我們一樣先什麼 先取用這個所謂的HTML File物件 那方法跟剛剛一樣啊 就是說呢 把這兩行喔 我是建議用EarlyBinding 就是先宣告的方法 不要用那個CreateObject 因為CreateObject的話 缺點是說 你不能夠用那個 點下去它會自動產生 那第二個確定是什麼 剛剛有講過就是 設定這個引用這個有沒有打過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先 用什麼呢 SET一個 所以我們開始找囉 所以我後面的話 宣告一個DIV 然後這個DIV的話去尋找什麼呢 這個DIV就等於什麼呢 去尋找 那尋找的話就是用這個物件 它幫我用 點下去有沒有 它裡面有個叫什麼 GateElement有沒有 所以你打一個Gate 其實打一個G好像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用EarlyBinding 這個是太方便了 有沒有 就直接可以馬上查到 不然的話沒有EarlyBinding 說真的叫你自己用Key的 其實說真的你常打還記得起來 你不常打 所以也不是每個人每天都在爬蟲吧 OK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方便 然後接下來用選的吧 那你不要選錯 有沒有看得懂吧 GateElements 有沒有這個S的喔 By什麼呢 ByClassName 記得不要選錯喔 有沒有 ClassName 然後呢 瓜糊之後的話 這裡面呢 一般是先把它打好 有沒有打一個 瓜糊裡面放一個字串 那個字串是什麼字串呢 其實就是剛剛的這個字串 所以你把它點兩下 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名稱呢 貼到這邊來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DIV回來的結果 就會有71個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把這個類別名稱 全部通通都抓回來了 所以呢 如果有71個喔 那底下的話呢 我就跑一個回圈 讓它輸出就好了 所以我的輸出方法是這樣 再把那個A1呢 放一個這個欄位名稱 叫做類別名稱好了 放在A1 然後呢 如果你要回圈 因為這個DIV總共71個嘛 所以我就 for i 等於0 有沒有 0的話就從 因為它變化一定從0開始 到那個DIV 就是這個DIV總共的長度啦 然後剛剛算過好像剛好71個 所以呢 點lex 這個點lex可能 稍微記一下 它的那個總共有幾個啦 那你也 這個地方當然不是說叫你自己打啦 自己打的話呢 將來如果這個數量變動的話 那當然就不OK了 那記得一定要減1喔 如果沒有減1的話 變成說 它就會跑0到71 欸 那就不對了 71應該是0到70啦 因為從0開始 所以後面記得一定要減1 然後再來把資料怎麼樣 輸出到A欄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打一個sales i列 因為i從0開始 那如果我要從第二列輸出的話 所以後面加2嘛 有沒有 所以0加2等於第二列 所以從A2幫我開始輸出 然後呢 把第一個 因為這個0嘛 先抓的話 刷第一個 的innertest 先幫我抓出來 然後放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子 設個中斷點 其他應該都OK 所以程式不多吧 等於這個是抓原始碼 然後這個是宣告 然後呢 再來就三 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 等於是取得原始碼之後 再抓那個71個 那個cash name 然後再給欄位名稱 分別把資料抓回來 把它run一下好了 所以我按F8 我這邊中斷一下 那這邊輸出類別名稱 再來的話抓第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抓到建築設計領域 第一個應該是建築 第二個也是啦 所以底下的話 就讓它全部跑完 OK 那你可以看到Ctrl向下 72-1 剛好71 那A欄OK了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完成B欄的部分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再完成這個中文名稱 那你說中文名稱應該在哪裡 那一樣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滑鼠放在上方按右鍵 檢查一下 看一下它的特徵一下 它的特徵的話呢 它是H4 有沒有 所以沒有class 不過其實 用那個什麼 用Tegnan來抓也OK 可是 就怕擔心說 這個H4 在這一個網頁裡面不只71個 可能會超過這個數量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H4了 或者是說你用H4的話 可能要算一下數量 OK 那我們看一下H4是不是剛剛好 那我 Ctrl F 有沒有 我剛剛提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邊打一個H4 小於符號 H4 看一下數量是不是71個 欸 看起來好像也71 所以其實H4剛好沒有在其他地方被用到 所以這個應該是可行的 好啦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B欄先抓出來 然後再想想看 第二跟第三欄該如何把它怎麼樣抓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